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为什么以色列在与米甸的战争之后 要杀死米甸所有的男孩 你要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修进民数据的第31章 1到24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 后来要归到宁列祖那里 摩西吩咐百姓说 要从你们中间教园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 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每支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派交出一千人 共一万两千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 并打发祭司 以利亚撒的儿子 弗哈尼捅去 弗哈尼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 和吹大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甸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中 杀了米甸的五王 就是一位 利金 苏儿 护儿 利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朗 以色列人 捋了米甸人的父女孩子 并将他们的牲畜 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 当作女物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做的成衣 和所有的饮债 把一切所夺的 所捋的 连能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捋的人 所夺的牲畜、财物 都带到摩亚平原 在约旦河边 与伊利哥相对的银盘 交给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 并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 并会众一切的首领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想打仗回来的 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露 对他们说 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 这些妇女 因巴朗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 得罪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会众 遭遇瘟疫 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 和所有乙嫁的女子都杀了 但女孩子中 把没有出嫁的 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 你们要营外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 凡杀的人的 和一切摸的被杀的 并你们所捋来的人口 第三日、第七日 都要竭尽自己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 山羊毛汁的物和各样的木器 洁净自己 祭司以利亚撒 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 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人律华中的条例乃是这样 金银铜铁 西签 凡人建火的 你们要叫它金火 就为洁净 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 洁净它 凡不能建火的 你们要叫它过水 第七日 你们要洗衣服 就为洁净 然后可以静淫 那么在前面的三章当中 主要是讨论了有关献祭 和水运的律华之后 我们就回到了 在第27章当中中断的叙述 那么这个是否与第27章末尾的 缺切时间顺序 并不是非常确定的 但是可以说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因为这里发生了事情之后 不久摩西将会归到列祖那里 也就是意味着他将要去世了 那么我们在本章看到的是 上帝对米甸人的报复 因为第25章所发生的事情 以色列人与摩亚的妇女行营 那么也正如本章明确所指出的那样 米甸人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一章中发现 巴兰虽然说因为上帝的不允许 而不会去诅咒以色列 但他也确实建议摩亚和米甸的国王 去如何激起上帝对以色列的愤怒 也就是让他们的妇女与以色列人行营 并且让他们去崇拜偶像 那么摩亚王和米甸王就听从了巴兰的建议 那么上帝也惩罚了以色列的隐形 然而明书记第25章17节当中清楚地说明了 米甸人也会因参与此事而受到惩罚 那么为什么摩亚人没有在这里受到惩罚呢 虽然说我不能非常肯定地说 这可能与我们将会在生命境第二章当中读到的内容有关 以色列人现在不会骚扰摩亚人 因为那是罗德的土地 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上帝永远不会去对付摩亚人 因为明书记第24章当中巴兰的第四个预言 也确实预言了他们未来的灭亡 那么在明书记的第31章当中米甸将会受到惩罚 现在米甸人的土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沙特阿拉伯的北部 并且所覆盖的领土与伊斯玛利人的土地是相类似的 他们也广泛地通风的 那么由于这一片土地的面积巨大 而且我们后来对旧约的学习当中还会发现到米甸人 很明显在这里发生的战斗并不会彻底地消灭米甸人 而只是惩罚那些形影的人 也就是领袖和以色列附近的人 那么在这一场的战斗当中 以色列要从每一个支派当中挑选1000名士兵 那么总共是12000名 这个数字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说明是有非常多的人 那么这也会告诉以色列当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很多人来征服一个民族的 那么大祭司伊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将与他们一起 并且要吹向民宿记在第十章当中为这个目的而造的号角 那么并不清楚说优贵是否也与他们同行 那么正如在第六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 他说菲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 所以说如果优贵也确实是以色列人一起来到这里 这也将使得在《撒末尔记》上第四章当中的故事更能说明 为什么以色列会认为那优贵在他们之前进入战斗 很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胜利 但是这个故事与他不同的之处是在于 这里的如果说优贵同与以色列人出战 那是因为神命令了他 而在《撒末尔记》上的第四章 上帝并没有 因为神不在以色列那里 所以说菲尼斯能够捕获到他的 以色列和米甸之间的战争是以色列的彻底的胜利 他们杀死了米甸所有的男人 他们并且杀了米甸的武王和巴朗 然而以色列并没有杀死妇女和儿童 这通常是战争中的一个习俗 而是俘虏了他们以及所有的牲畜羊群和一些户 他们并且捎回了米甸人的城市和堡垒 使这个地方完全沦为废墟 这样神对米甸的惩罚就完成了 那么现在有一些人看到这样的故事 就是说上帝在这里提倡的是种族灭绝 那么根据我们今天的定义 种族灭绝是因为一群人的种族 国籍 民族 宗教 而有系统力去摧毁他们的 那么这是神命令以色列能在这里攻击米甸人的原名吗 其实并不是的 这里攻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罪 米甸人得罪了神 因此神有理由去惩罚米甸人的罪 这与米甸人的民族 国籍 或者种族是无关的 他只是与他们的罪有关 今天的人可能不喜欢他 但是不应该去谴责上帝 而是要悔改 并且呼和上帝的旨意 这样他对罪的报复就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以色列能打完仗回来 摩西大祭司以利亚撒和会众的首领到营外去迎接他们 但是当摩西看到他们的时候却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让妇女还活着 通常在正常情况之下 妇女和儿童不会在战争中被屠杀 他们会被奴役 但是不会被杀死的 然而 在这里这些妇女 正如我们在第16节中所看到的 因巴兰的纪谋叫以色列能在皮尔的世上得罪的 以至耶和华的会众遭遇了瘟疫 因此他们应该被杀掉 于是摩西就吩咐把所有已嫁的女人和所有的男孩一起杀掉 那么为什么又要杀掉所有的男孩呢 因为我们知道继承和家族的延续是由男性来承担的 可能说这些孩子们并没有罪 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分别善恶的能力 所以在属灵上他们会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 是安全的 虽然现在说这句话可能不会安慰那些与他们认识的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应该对这些孩子不会被扔进地狱 而是永远与上帝同在天堂这个事实感到安慰的 那么在之后 所有参战的人必须要遵守民宿界第19章当中 关于捷径的律法 他们才能进入影地 那么除了他们自己 他们的衣物也要进行清洗 他们带回来的东西 凡是能够经火的 就是比如金银 铜铁 锡链等等都要过火 把它烧干净 那么其他所有的东西也要经过水 来把它们解净的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休息就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下一次的休息当中讨论如何分配 这一次战争当中的所有的之物 那么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继续加入我们 再见